最新RSV病毒传播力是新冠的两倍 口罩义务恐回归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作为走出新冠阴霾的第一个圣诞 正当全欧洲人民计划者团聚 度假之际不速之客又来了 最新的流感病毒不是普通的流感 它叫做RSV病毒 和流感新冠不一样的是 不做防护措施感染的几率特别大 并且可以二次感染 感染后人的健康状态会比得了一场感冒更为严重 发烧咳嗽是每个患有RSV病毒的人统一的症状 抵抗力差的孩子能够烧上几天 和感冒不一样的是 RSV病毒的咳嗽会伴随患者很久 如果调养不佳很有可能会 从上呼吸道感染到下呼吸道 如果在这段时间感染上了这个病毒 那么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的计划 很可能就泡汤了 仅仅在2022年11月21日至27日 感染RSV病毒的人就达到了76.2万 目前一共有约2万多意大利居民窝床不起 意大利卫生部预测 未来这几天新增病例会增加的更快 感染高峰将从本周四开始 今年的RSV病毒是有史以来 感染率最高的病毒 皆有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目前全国的感染比例是1000人中13人中招 如果单看这个数据意识不到有多危险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2017年至2018年的流感数据 当时是1月中旬 1000人中14人中招 而今年的数据是12月中旬 情况会随着假期的到来继续恶化 预计今年将有8000至1万人死于流感 预防RSV病毒的方法 其实和预防新冠是一样的 勤洗手勤消毒戴口罩 不聚集 最重要的是 接种流感疫苗或者RSV疫苗 该疫苗可以在药店购买 购买时可以要求药店医师帮忙接种 伦巴蒂 艾米利亚罗马涅 翁布里亚是意大利感染最严重的地区 伦巴蒂全科医生联合会秘书长 在新闻报告中 呼吁市民恢复使用口罩 并阐述了目前伦巴蒂病房 面对急症的压力 目前口罩是控制疫情最廉价的方式 欧洲疾病防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 也发布了一份联合说明 强调了个人防护的重要性 例如在封闭和拥挤的场所 佩戴口罩 相信很多街友或者身边的朋友 也中了RSV病毒的招 抗生素对病毒是毫无作用的 所以不要滥用 我们可以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止咳药 在烧到38.5度后使用退烧药即可 病情不严重的 也千万不要白费力气去急症排队了 因为现在大多数医院的急症 都是这一类病例 RSV病毒的很多患者 都可以自行康复 并且不会有后遗症 但是如果咳嗽到呼吸困难 需要立刻就医 对你预养的人 对你预养的人 asks 对